根据军方禁令在首都内比都最大城市仰光以及曼德勒省禁止抗议游行和5人以上的公开集会 每晚8点至凌晨4点实施宵禁 然而各地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并未因为禁令而退缩 在内比都头戴安全头盔的民众与警方发生暴力对质 民众向警方投掷石块杂物而警方则以高压水枪还击 一名女子在混乱中被榴弹击中头部伤势严重 参与救治的医生表示该女子伤势可能致命 目前人在加护病房救治 此外还有另外三名示威者被警方的橡皮子弹打伤 与此同时从政府方放出的影片画面 却显示警方遭到示威者的袭击 抗议人群朝路过的警车投掷物品 当地媒体还播放了多名警察被砸伤的照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表示 美国会将缅甸问题作为首要处理事项 并已着手审查美国对缅甸的援助 确保相关责任人承担严重后果 普莱斯透露未来几天拜登政府将对缅甸问题 做出更多回应 新台湾记者乔安综合报道